之前我用的那个防锈剂哈 就防锈膏在这个螺丝上面 你看现在这个效果非常好 看到没有螺丝还是金色的防锈膏在上面 这个东西有用的 因为如果锈死了很麻烦的 现在就算你在家里现在拆的话 你看他都没有说是拆不下来 那如果你在高速上面这个防锈膏没有用 也不是说一定要强制要你用 只不过是预防这个螺丝 咬死在这个螺纹上面 所以这个防锈膏还是有用的 你看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金色的膏还在上面 没有没有坏掉螺丝也很好拆卸 非常好非常好 防锈膏还是有作用的 这大大的预防你的轮子如果炸胎了拆不下来 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把它卸下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轮子拆不下来 但是螺丝是完美的可以拿下来 原因很简单 它这个轮子在这个上面太久了 应该是锈进去了 说白了就乐战冷缩 乐战冷缩 它搞得很紧了 现在要去整一点WD40 我只涂了那个防锈膏在螺丝上面 忘记涂了这个内圈和外圈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靠这个了 靠这个WD40 就松节剂给它松一下 那现在就是看造化了 看造化了 实在不行我就只能敲了 但是一般来说根据我的经验是敲不下来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整个就是锈死在上面了 那只能靠这个东西慢慢的去软化它 今天本来是说想要 好现在就等一会吧 我去休息一会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整个车子我已经把它架起来了 简单粗暴哈 我直接用砖头从里面给它敲出来了 敲轮子上面不是敲轮骨 不用担心就咔哒一声掉下来了 现在事情解决了 我现在还有三个轮子要拆 然后呢要上防锈膏 还有加上这个刹车要换 刹车片要换 还有刹车油要换 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子烧结上去了 你看它只要一生锈 基本上都会这样子 所以防锈膏一定要涂 然后这刹车盘其实也会锈在上面 不说了 反正轮子给它整下来就行了 轮子整下来了 一颗还有三颗可能还是 然后看一下这个刹车片 刹车片还行 还行还可以还还有一点距离 还是可以的 下次换刹车片和刹车油一起换 那今天呢是要把变速箱油给它弄掉 那也给我一个警示 我还得继续折腾 轮胎报时拿不下来哈 好不容易拿下来 现在绝对要涂好这个防锈油 给它涂上去 免得回头轮胎在高速公路上面 就是也跟你来一个报时 你就麻烦喽 那你总不能说在车上一直带着板砖在开车 嘛对不对 像我今天下午我就把它 呃用WD40 呃怎么说呢 就碰一下就松绝剂 然后做一下除锈 现在好了 然后呢 呃用那个松绝剂给它松下来 松下来用板砖给它敲了下来 卡当一声 现在我学乖了 我要把这个防锈剂涂上去 这个是防暴死的 就防止你的轮毂和这个刹车盘暴死 不要涂在刹车盘上面哈 ok这样子呢就不会锈死了 就大很大限度的就防止了这个问题 今天运气好还好发现的早 我另外三个螺丝 和这个轮毂也要这样子涂一下 真的是感谢上帝 就不是说在高速上面扎胎了 然后在那边拆不下轮毂 拆不下轮毂 那就得花钱叫拖车了 那虽然说钱是小问题 但关键是钱也很多呀 对不对 好了可以了 这个东西你们要看到了 可以去呃自己去找 或者说用其他的带地品也行 只要轮毂能拆得下来就行 能做好防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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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